所以其實在前面一點 在457頁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我覺得這個 你可能不一定 有時間來還是整個複習統計課本 但如果沒有時間的話就參考這個部分 其實就足夠了 好那我們會使用兩個工具 一個叫做JASP 然後另外一個是Excel 那為什麼沒有特別說要用SPSS 因為SPSS是一個要付錢的軟體 那各位未來可能不一定有辦法去使用 所以呢 要請大家 就是去下載 那你只要輸入 在瀏覽器輸入JASP就會找到了 那在學校下載有時候可能會有問題 然後 有時候會閃退 那閃退的一個解決方法呢 就是用這一個管理員的身份去開 通常就會解決這個問題了 好那大家可以 下載一下 那我這邊已經下載好了 所以我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 會是長什麼樣子 好 所以呢 你安裝好之後 JASP會在 你 這邊 就是叫 JASP 那這一個在Mac上面也有 所以如果同學是使用Mac的話 就是可以用這個 Mac的版本 好那打開之後就長這個界面 那基本上其實操作非常簡單 等一下我們就會 呃 帶大家去使用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先來看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那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呢 是要教大家做所謂的 頻率分析 也就是 去計算次數 那這當然很簡單啊 可是要怎麼樣輕鬆的把它做好 是有一些 小秘訣的 那我們先用Excel來做 那這一邊呢 這個公式大家要記一下 我們會把這一個 呃 PPT放在 創客 所以大家到時候可以直接拷貝這個公式 那我們現在呢 要使用的是一個 呃 範例檔 那這個範例檔也都會放在創客上 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載 好 所以現在我們要來打開這個範例檔 然後我把PPT也放在一邊 讓大家 等一下可以看 稍等一下喔 所以他叫SampleData1 好那在SampleData1裡面這裡 第一個欄位 A欄位我們看到的是那個數 就是分數 然後B欄位呢 是這個分數的間隔 那我們把這個稍微拉上來 各位可以看到公式 稍等一下喔 然後這個其實不用那麼大 所以我們把他放下 好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 呃這邊是 我們的急峻 比如說0到10分是多少 那這裡是我們要填上數字的 過去你可能會自己一個一個去算 可是其實你不需要一個一個去算 我們現在就要來做這件事 你先把這個區域都先 把它選擇起來 然後在上面這個畫框這裡呢 你去輸入 等於 Frequency 等一下喔 然後DataArray就是我們 A欄位的這個資料 那我們就把它圈選起來 這個是你的 呃數據 然後加一個 斗號 那BeanArray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呃分 集聚 然後把集聚也放上去 好那這個選擇好之後 這個時候你必須確認你的游標是在上方這個空格處 然後你要同時間按下 Ctrl Shift還有Enter 好那這邊他就幫你算出來了 這個就是0到10分的 然後10到20 20到30 30到40 40到50有幾個人 阿如果你不相信呢 你可以自己去算 我現在沒有要帶你去算 所以這樣就會很方便而且是正確的 好那接著我們要來做一個 呃一個 圖 好那我們先把數據選起來 然後就去插入這邊選擇要做一個長條圖 好這長條圖當然列出來 可是可是這座標不對嘛對不對 該怎麼辦呢 我們選擇下面這個地方 然後按右鍵 跟他說我要看這一個 我要去 編輯我的座標軸格式 看一下是不是這裡 像不是 等一下我們重來一次 看一下是不是直接在上面 明明就之前測試過啦 來看一下 選取資料 喔對這裡 然後 這個座標軸的標籤 然後從這邊去選取 所以我再重來一次 就是說我們這邊按右鍵之後 然後選擇 等一下先選到這一個座標 X座標 按右鍵 然後 選擇資料 選取資料這裡 座標軸 標籤 那這個標籤呢 我們來 告訴他是 什麼 所以你就要告訴他 標籤是在 這一個 地方 按確定 那 再按確定 有沒有看到這個 分數的標籤就 標上去了 所以 所以這樣的做法 你就會 非常的 方便嘛 你就不用自己在內 搞老半天 那這樣就完成一個基本的圖表了 那只是 這一個對各位來說 可能不一定有用 因為除非你分析的數據 是這種 分數 等級的 那但是 這一個 改座標軸的部分 對各位是有幫助的 因為你 只要去 在這 我們再示範一次 選到Excel之後 按右鍵 然後從選擇資料這裡 去編輯做標軸的標籤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 輕鬆的把標籤加上去 好那這個是用Excel來做的 那我們呢 如果要用JASP來做 該怎麼做呢 首先你要把這個檔案 存成一個 CSV檔 那我其實已經有 轉存了 所以大家 直接在 創客上面也可以下載 那我們打開 開這時候呢 要先按左 左上角的這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你選擇 Open 然後 跟他說 我要找一下我電腦上的檔案 倒是放在桌面 的0511底下 那這裡呢 他會顯示的是 他可以開的檔案 所以就是這個 CSV 我們等一下才用到下一個 好那我們把它開啟 那開啟之後 你看到這就是你要的資料嗎 那我們可以從 描述統計這邊 去選擇這個 描述統計 Descriptive 然後Descriptive Statistics 那你跟他講你要的是什麼 當然是第一個欄位嘛 好所以 他就幫我們算出來了 喔 平均數是多少 那如果我們想要畫一個 極巨 你可以請他幫你畫圖 然後 幫你畫出來這個圖了 那當然這是他自己 自己設置的啦 所以 很多東西我們沒辦法選 不過你看這邊還可以幫你算 百分等級就是多少百分等級是幾分 還有 平均數 中位數 重數 還有 總數是多少 他都會直接幫你算出來 那就很方便 而且這個圖也是可以 就是這個結果都是可以另外去儲存的 所以你可以copy 或怎麼樣子 把它拷貝下來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就要 請大家來 自己來做一個 練習 那這個練習就是 各位就直接拿我們的那個sample data 然後去跑就可以了 那可以試著玩玩看 那當然也可以自己有興趣的話拿別的資料來做 也OK 這都是可以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 教大家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 呃 如果今天啊 你想要做的事情是 真的去看一些資料 然後把這個資料做一個處理 那怎麼做呢 那我們等一下會示範 從這個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庫裡面下載的一個檔案 然後帶你們去做 那這個檔案呢 呃我們先把它打開來 OK 等我一下喔 來切換一下畫面 所以這個檔案就是這個 105年3-8月的這個檔案 喔等等不是這個 因為那個是被我整理過的 然後看一下喔 昨天又下載了一次 好我們會確保大家看到檔案是對的 好 這個是各位在那個資料庫上面載下來會看到的檔案 然後 這裡就是 1999專線接到的電話 然後這個電話上面呢 會顯示說 是哪一個區的什麼位置 然後他做了什麼樣的一個需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呃有這樣的需求 那我們現在如果想要讓這個做有意義的分析 這個很亂嘛 所以如果想知道 欸到底每一個區他們 不同的派工項目有什麼樣的差異性 我要怎麼做呢 那首先我們需要用到一個功能叫做資料剖析 各位可能沒有用過 但是這是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所以我們現在要選擇這一個欄位 因為這個欄位是有地址的 可以幫助我們去做一個區域的劃分 那我們要到資料這一個地方 我看一下 我要確定有錄到 總是很焦慮 錄了很久 然後沒錄到 好這邊有一個 呃資料這裡選資料剖析 然後呃就選擇下一 到下一步 然後你跟他講 呃在下一步 等一下要錯著錯著 我們要固定寬度 然後下一步 那要多寬呢 就是三個字嘛 因為是什麼區什麼區 那我們就是以這個為單位 然後按下一步 他 然後就完成了 然後問你要不要取代 我們就說要取代 當然這個立案時間也是可以不要取代了 但是我們現在先把它取代了 好 那你有沒有看到 他就幫你把這一個 呃區域分開來了 就是什麼區 然後柱子在後面 那中間有一筆資料是錯的 等一下呃各位就會看到了 好這個是完成了第1個步驟 做資料剖析 再來第2個步驟 我們加入一個欄位 然後呢在每一個地方填上1 這總共有6萬多筆 好 在接下來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把我們需要的欄位選起來 我們需要這三個 派工項目 按鍵地點 然後這個我們也幫他加一個 加一個 數值描述 不然他沒有辦法被樞紐選到 好這三個選起來之後呢 到插入 然後去選一個 樞紐分析表 那按下去之後我們就放在新個工作表 那上面的地方不用再另外做設置了 好那到了這個工作表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值 把它放進來這裡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 因為我比較想要先看派恩地點 我把派恩地點先 陳列 所以這裡就可以看到 喔所以 每一個地區 大概是有多少案件 然後你看這邊 看到一個中山北 這就有問題 因為他應該是中山區 可是他們 打錯了 好 然後 更神奇的是 你可以把派工項目放下去 那就可以看得出來 每一個區 每一個派工項目的 數量是多少 然後這都可以縮放起來 那 各位如果可以做到這樣的話 你其實在工作上就會省下很多時間 你 如果不會這樣用 你會一個一個去算 然後 這還可能會算錯 那當然 如果你今天更在意的是派工項目 我們也可以做這個調整 就是你先 看到派工項目 然後再按 按鍵地點 所以就可以看喔 所以呢 在台北市民啊 最常做的事情是什麼 所以看起來最常做的事情 應該是那個大型廢棄物的聯繫 因為 總共六萬多筆資料 然後有 兩萬七千多筆是 去談那個部分的 那另外 噪音 場地 還有噪音舉發 也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是 單純就是從政府資料庫上面 宰下來的東西 就可以幫助 我們去 呃問一些問題 所以 呃大家不要覺得這些東西 離各位很遠 因為 他真的只是你要知道該怎麼樣去做 好那現在我們來 開一個 瀏覽器 帶大家實際去看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找我們可以玩的資料 啊 好那個是 DataType 然後 我們先從 呃 這個資料幕 所有資料庫 資料清單下載好了 不要這樣 從所有資料 好那因為 呃我們要 Excel 就按這個 如果你會 Python 或者是 其他語言 你可以用 更進階語言啦 但是 我們想說 就單純一點 所以我們讓各位呢就是找CSV的 因為CSV或XLS都可以 所以我們先來看 這兩個 把這兩個都勾選起來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些資料 那有一些就是像我剛剛這個 1999派工是 比較適合拿來做處理的 當然也有一些別的 比方說 我們來看好這個好了 行道數分佈圖 那我們就點顯示更多 然後這裡可以下載 所以有行道數資料 我們來看看行道數資料 好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學校的網路會擋 所以 讓我切換一下我自己的網路 然後把它 載下來 等一下喔 大家在 計算機中心 就是在電腦教室可能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昨天 在辦公室測試的時候就有 這樣的問題 好 那現在連線了 我們把這個行道數的資料 載下來 欸 還是有問題 太怪了吧 昨天我們測試OK 再試一次 如果載的還是失敗就算了 好 他還是有問題 那總之這個資料是可以載下來的 然後大家就可以自己去 玩一些東西 那所以第一個練習呢 就是要請你針對一筆政府的開放性資料 做所謂的描述統計 那像這裡如果你做好這個樞紐之後 你就可以拿這個樞紐去 再去做圖表啊 等等的 像我們現在假設啦 用這樣來做 插入 然後選擇表 那這個就做出來 但是我們把它拉大一點 不然都擠在一起 而且這還是自己幫你標籤的 真的太開心了 有沒有看到這樣子就 就算是一個完整的 但是我們作業上面有一些需求 請你要看 就是 針對練習衣的需求是什麼 好那當然這邊坐標軸你也可以做一些調整嗎 或者是把這個圖拉大一點 這樣會看比較清晰 所以這個就是 讓各位來試一試 知道說 所以單純做描述統計 就可以怎麼樣很有效率的去做 而且做出來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是大家 自己在家看 所以我們就繼續往下錄了 那我們在 看資料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注意幾件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資料的集中程度 那平常呢 我們可能都是用平均數 可是平均數是告訴我們 整體的資料的 平均值是多少 那如果這個資料是常態分配的話呢 這個平均值其實是有代表性的 但很多時候 我們的資料並不是常態分配的 比方說我們在看這個 平均收入的時候 這可能就會是一個 呃 不太能反映現實 所以大家每次在看什麼平均收入 會覺得 怎麼可能那麼高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你去看平均數 就不一定是一個好的指標 你可能要去看中位數 那這些 都是可以去看的 都是幫助我們去了解 這個資料分佈是不是有什麼 狀況 那如果你是一個常態分配的資料類型的話 這三個數字 重數中位數 還有平均數 應該是相對的也是很接近的 但如果不是常態分配 有這種偏態的狀況的話呢 那這些數值就會不一樣了 所以我蠻鼓勵大家可以拿一筆數據 來玩一玩 看看 這個結果到底是長得像什麼樣子的 好那另外一個我們會看的呢 是這個資料的變異程度 那所謂的變異程度 又有三個指標可以看 第一個呢 就是變異量 也就是說 這些數據距離平均數 就是整個的平均數而言 他們的變異程度是多大的 那這個呢 會是把 每一個數值減掉 每一筆資料減掉平均數的平方 所以這是variance 變異量 那當我們在算標準差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會把這個variance 去做一個 就是 開根好 然後就會變成是你的標準差 那如果把標準差呢 除上 你的人數的開根好 就會是標準 物 那在不同的時候 這會有不一樣的 需要 那通常 比較少會直接 呈現 variance 變異量 我們比較常 會呈現的是 標準差 所以各位在看資料的時候 他都會 英文的話會 SD來表示 那這一個呢 各位就可以參考 然後 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這個數據 如果數據的這個 變異力量 太大 的話 我們會有 一點 顧慮 我們會不知道 誰到底 今天 這個情形是不是有一個什麼樣特殊的 狀況 所以 呃 我們在看資料的時候不是只看平均數 我們也會去看變異量的一個差異 那在我們畫圖的時候呢 我們呃 會畫 標平均數嗎 但是 另外我們就是會那個標準物 就是我們標記的物差 讓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呃 要來示範怎麼樣畫 所以呢 我們現在先 來看剛剛的那個 Data sample 1的這個資料 好那 呃 我來切一個畫面 所以在這裡我們才能夠看到那個 Excel的檔案 好 所以在這裡我們先來算 這個 平均數好不好 等於average 好平均數是這個 然後呢 STD 這邊有好幾個 你看這個標準差吧 我們就用這個好了 標準差 然後 這是我們的數據這裡 好他是 16.39.09 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話我們來 驗證 好吧 我們來驗證 呃每一個數字 是 減掉 這個 73 A73 所以他是等於 A1 減掉A73 然後 是平方 呃 好這是平均的數值嘛 然後接著呢 我們要把這些數值能夠加起來 不是應該要求平均啦 就是 variance 去看這個平均而言 大家的量 好 平均而言是這個 然後 我們來看 等於 SQRT 就開更號 看起來就會錯 天哪 所以這間 呃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有問題 減掉 喔我知道了 因為 大家減的東西不太對 這個要用前號標記他才不會跑走 所以我們再試一次 好 重來一次 然後呢 這裡是 Average 然後這裡 等於 SQRT B73 好 有沒有看到 數字是對的 所以就是我們在看變異量這邊我們剛剛計算的是變異量 我們剛剛有說到變異量就是每一個數值減掉 平均數 然後的 呃平方 因為有大有小你要平方 然後變異量會是這一個 呃所有的東西的平均 所以我們算Average 就是把每一個數值減掉平均數 然後平方之後 他的 平均數值是多少 那這一個變異量開更號就會是我們的標準差 然後如果再把標準差 除上 人數的開更號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我們的人數是73個人 所以 我用SQRT 然後這邊是告訴他73 我的標準就是 1.91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標示這個資料的話我要怎麼標示呢 我現在就是 73.93 1.92 好了 我們四捨五路 然後 這其實很廢的就是 畫一個圖 欸他為什麼硬是要把這個用下來 好我們要告訴他我的資料其實只有一個喔 嗯 嗯 真是太不乖了 他很像不能接受世界上只有一筆資料 好 他不喜歡只有一個資料 他覺得一個資料不能畫 沒關係我們就來示範 所以現在我在 呃 這一個地方 設置的新增項目 去選這一個誤差線 然後 呃我要告訴他我要其他的誤差線嘛 所以我們要 只顯示上面就是 只要有正差 就是會往上的 那我要跟他講我要自己去定義 所以我自己定義的正差就是這個 這個欄位的數值 然後負差也是一樣 但是因為我只呈現正差而已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裡就標出來 當然這個是錯的啦 所以 這樣子才是一個 正確去標記資料的方式 那 在Excel裡面當然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會 一般我們會 盡量不要浪費空間 所以 我會讓他 間距是小一點的 就是雖然看起來胖胖的 可是 間距小一點 那你這一個 呃數據就不一定 就都說看你的數字的狀況 那像 要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讓人家看到這個 呃圖的時候呢 就能以目瞭然知道他要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有沒有都呈現了 好所以在這裡頭呢 我們就是 呃 示範了怎麼樣去畫出標準物 還有這個邊緣量標準差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子的 那這個部分呢 大家如果在統計忘記了 現在可以想辦法把它 稍微記起來 好 好那我們再再往下頭來看 好那再來我們會做的事情是把數據標準化 那數據標準化的意思就是 因為有的時候呢 你直接看這個數據的平均數 他真的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可能這個變異程度很大 那不能夠真正反應狀況 而且你有時候想要去做一些 跨分數的比較嗎 比方說 你其中考考幾分 期末考考幾分 你想知道 到底整體來說 你其中考考的好 還是期末考考的好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 字一分數的轉換 那字一分數的轉換呢 就會是你這個數值減掉平均數 然後除上這個標準差 就會得到這個字一分數 那如果字一分數是0的話 就表示 你這次的分數就是跟平均分是一樣的 然後 像我們一般在篩選 資料我們大概是取正負兩個標準差 因為這個就會佔了 90幾%的一個資料了 那個在統計面常態分配 大家可以回去看那個圖表 就會想起這件事情了 好那這邊有一個 練習2 那這個我們現在就不講 反正禮拜一上課的時候 會帶大家去演練 那其實這沒有很難 就 試著算算看就可以了 好那再來呢 我們會 呃需要去看這些數據之間是不是有關聯性 那這個關聯性本身也很容易 就是在Excel裡面只要打入 等於 COREL 然後告訴他你要看兩 兩筆數據之間的關聯性就可以了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呃沒有特別準備資料 因為這 很簡單 所以我們 把剛剛那個SampleData裡頭的資料 我們就隨意把它拆成 拆成兩半 我們貼一個新的資料表 然後 呃這一個是73筆嘛 所以 呃大概是36 然後我們把多的一筆資料把它刪掉 欸 只有72好吧 然後這裡我們就告訴他 我們就輸入那個 喔等等 呃畫面沒有錄到 來 好我們來看 所以我現在把那個資料 就剛剛SampleData1的這 呃 欄位的資料把它分一半 然後就去 做 等於COREL 然後告訴他我第一個是要看A1到A 36跟B1到B36之間的相關 那他給你的是相關係數 等就是R 等於點1215可是這並沒有告訴你他的那個 顯著性 那我們現在呢把這個資料表做一個移動產生一個新的活躍步 好 好 所以這個先刪掉 然後我們幫這個加上一個名字 D1 然後這是D2 然後記得要用ZASP的時候存檔要存成CSV檔 所以我會跟他講 然後 然後存 CSV 他就問你 他說要要用這個格式 然後就把他關掉 然後你要不要變 要不要儲存變更說不要 因為已經存好了 好那現在我們需要打開 JASP 所以再回到JASP這邊 稍等一下喔 好那在JASP底下呢我們一樣要先去開資料 好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資料在哪 那我們剛剛是放在這個0511這邊 SampleData2 那這些資料檔大家都會拿到 所以就在這裡 那我們在要選擇 Regression這邊去算一個 Correlation Matrix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 兩個 放進去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一個 Peterson R 是 點 122 那我們看一下剛剛我們 我們得到的那個數字是多少 欸剛剛那個被我關掉 我們把SampleData2打開 結果我已經被我刪掉 沒關係我們再來算一次 A1 36 A1 不對不是A1對不起 因為多了一個欄尾 害我還以為怎麼會不一樣 所以你看它四捨五入嗎 所以是點122 我們 讓大家看一下 對比一下 所以點 1215 然後這邊它是 四捨五變成 點122 然後告訴你 PValue 是點480 就是不顯著 好 那 那 對於各位熟悉的這個 虛無假設檢驗呢 它是 沒有太多的針對母群還有母群的常態分配啊或變異數啊沒有做太多假設的 那這個其實是更符合 那這個其實是更符合整個統計邏輯的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這個虛無假設檢驗的這些 預設 預設條件在真實的資料裡頭都不成立 那只是我們假裝 這件事不存在 所以這個 背線 的 呃 統計方法是各位未來可能會更需要的 那用 ZESP最大好處就是它所有的分析都有做背線的方式 那我們今天呢會交代的部分大概就是到這裡然後下一次我們會去做這個 呃 推論統計的部分 那今天的東西 呃我帶的可能會稍快可是因為可以重複看 那我希望大家真的藉著這次機會把這個東西撿起來 好嗎 因為這個其實講難聽一點很多 人要什麼統計他其實只要你做報表然後把這報表呈現出來 所以像剛剛我們去看這些政府資料庫的資料你都還可以做自己後續的分析呀 沒有說一定得要是怎樣比方說 這裡的資料你也可以把它分類說喔我覺得這些都是跟路有關係的 然後這些都是跟交通號制有關係的那你可以另外把這些資料做一些 後製的處理 然後就可以呃展現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政府資料庫裡面其實非常多的寶藏等大家去挖那只是說 大家可能平時不會去呃做這個使用 那我們就課堂中會帶大家做作業的操作 然後希望 各位 這 統計的東西可以把它撿起來 那 我們今天的呃這個錄影的部分就到這個地方 不好意思 然 那 申請